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Hello 今天我來到又是吃自助餐 不過今次是吃半自助晚餐 今次自助晚餐的地點叫做旭日酒店 地點叫做荃灣 雖然叫荃灣, 其實在葵兄子葵坊中間 這個酒店建好了大約兩年左右 好像是2017年 它是一個工廠大廈翻新的 翻新之後, 酒店充滿了工業風 價錢也比較便宜 我上去再拍給大家看看, 告訴大家幾錢 我現在很餓, 急不及待要上去吃半自助晚餐 Let's go 酒店的外觀就一般 但酒店的大堂都頗新正 餐廳的裝修都是走工業風 設計舒適, 座位闊落 看上去一點都不像坐落在工業區 這裏的酒店擺設, 地方是不太大 它分幾樣東西 第一個位置是放一些凍盤海鮮 有三款的 一個是蝦、青口和翡翠螺 另一邊是放一些前菜的 前菜就是一盤一盤細細盤 大概六至八款左右 另外還有一些位置就是放一些沙律 沙律就是一些普通蔬菜和汁 汁都有很多種選擇 它的擺設和食物我覺得是比較深派 不是像上次那些比較舊式 所以它推不多, 但比較新式 還有一些就是放一些包 它有三至四個包的選擇 另外還有一個湯 還有一個雪糕 它雪糕是聲稱主打 是一個叫本地品牌的 我自己就沒聽過 一會兒都會再試給大家看 希望不像上次的 膠雪糕 鬼口水 飲品呢 它外面就有咖啡 好有趣 它全部液入一個咖啡 檸檬茶、檸檬水 和鮮奶 都是喝喝的 這個就是它半自助晚餐的菜單 由最便宜的$168 到最貴的$258 另外它還有一個豐富一點的 海綠自由配 可以選擇一個肉類的主菜單 和一個海鮮類的主菜單 我點了兩個餐 一個是薄餅 一個是牛 一個是最便宜的 一個是最貴的 那個薄餅是$168 我用Ithigo網上訂購有7折 另外還有減到$25 可以兩個人分享 變成$168 再7折 再加1 原價加1 再減25元的一半 因為兩個餐 最便宜是$120左右 可以有一個主菜單 可以用沙律巴 凍盤 甜品 湯 雪糕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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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 那我就等一陣子的食物來到 我再介紹給大家看看 我就先吃了蝦 這個蝦 我覺得賣相 都是中規中矩的 都新鮮的 但又不算很彈牙 很爽的 都可以吃 但又不是非常棒的 另外它的青口 我不太懂分 我不知道這些是否是藍青口 但它的肉 又不是裡面黃黃的 但都是屬於小的 不是普通的 很大粒的 那些青口 通常那些是不好吃的 這個青口反而不錯 有鮮味 我覺得是不錯 那它最後一款 冷盤海鮮 就是那個螺 那我就事前 已經做好了 扮一下東西 拔出來 螺 是三種最好吃的 它的肉又爽 不韌的 爽得來又有一點鮮味 有一點海水味 但是又不會太鹹 我點了五成熟 我看它的顏色 都挺漂亮的 顏色 都做得不錯的 都挺好吃的 它煎到外邊有些洞 還有肉味都挺好的 都不差 都OK 另外一個主菜 Pizza 都來了 這個Pizza 就是有海鮮的 有些青口 蝦 還有一些番茄 那說真的 你如果蝦不夠的 就外面拿 外面有很多凍蝦 那些 這個Pizza 很薄的 還有是脆的 它的味道都不錯 芝士都夠的 海鮮也是一些比較普通的 但是它煮的味道就很好的 是的 Pizza 都夠薄的 當然底部也不夠脆 旁邊也夠脆 當然我煮的Pizza 正一點 對不對 但都不錯 這樣的價錢 都算不錯 還可以出去拿其他食物 整體上來說 主菜 暫時的水準都OK 好 說回這間酒店的交通 我想是最大的關鍵 因為它是在一些工廠區 可能就比較難去 自己呢 初初不知道 我就搭巴士過來的 後來現在問回 原來呢 其實都有一些專線巴士 Shuttle Bus 它就在葵興地鐵站 Poi出口 出來就有一個叫 新葵興廣場 它有一個巴士站 裡面呢 地下有間七十一的 就可以在那裡等 就可以直接過來 走也是去回葵興地鐵站 再繼續吃一下一些前菜 前菜呢 我拿了七樣東西 幾樣東西比較吸引 第一個呢 就是一個 欺凌魚 它就浸了一些醋 我的樣子呢 好像幾特別 而且這個細細 就適合我 哇 這個輕鴻魚好吃 這個輕鴻魚 它浸了醋 日本的木魚 除了醋 有少許木魚 加醋 我覺得好像 它的味道很棒 第二樣吸引我的 就是 這一塊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呢 我覺得似 是一些 吞拿魚熟了 我覺得似 這個面 就 煎了 肉 是單單的 跟著 加上醋 哇 又是另外一個 很棒的前菜 哇 好美味 還有一個 看上去呢 看上去呢 是一些 再加蝦蜜瓜 我呢 又不適合 什麼 什麼 什麼24個月 36個月 那些 火腿 但是我覺得這隻火腿也很好吃 不是很鹹 還有一樣呢 就是一些螺 但是它的螺 汁又跟平時有少少不同 還有一些青瓜 那我試一下是 新色一些 還是一般的 做法都是一般 壽廁的 但是它的質素 挺好的 就是不是那些 不是真鮮的 另外一個呢 都挺漂亮的 它的豆腐 加了一些 梅子醬 還是三文魚子 我不知道 豆腐又很滑 梅子又 酸酸的 吃下去 嘩 真的很有衝擊味蕾 這個又是正 嘩 為什麼這麼正 還有一個呢 就普通一點的 煙辣康 加了七味粉 和一些 類似的芥辣 沙律醬 普通煙辣康 但是呢 它呢 就不硬的 因為煙辣康很硬 加了一些 七味粉和沙律醬 提升了味蕾另一個層次 本來是普通食材 但是做下去 又很好吃 另外呢 還有一個呢 就是一些 番茄仔 加一些好像芝士 應該是 水油成芝士 但是它呢 有些黑醋在裡面 放進去 我先吃了那個芝士 先 這個呢 沒什麼味 不過水油成芝士 應該都沒什麼味 但是加了一些黑醋 又挺好吃的 最後我先吃這個 因為呢 覺得太吸引了 它這個是一個 溫泉蛋來的 但是看樣子 真的挺漂亮的 溫泉蛋加上 一些醬油 真的很好吃 只吃前菜也很划算 我覺得這裡 再來試試其他的沙律前菜 它有一個呢 好像一些 雲耳 木耳 不知道木耳還是雲耳 黑色那些 它好像有點辣 雲耳又夠講醉 不過呢 它的醬汁沒有味 哇 辣的 很辣 好像加了一些辣椒 好像加了一些辣椒油 辣椒油浸雲耳 這個一般 還有一隻呢 通常呢 都有一些類似米粉 還是粉絲的沙律 我先試一下 應該是泰式的 青青的色 這隻就挺好吃 而且它的粉絲 米粉 就 不太硬 哇 又再拿到一件好東西 它剛剛的前菜 新加了一個 蟹鉗 這些是不知道是什麼 蟹來的 很長 這隻甜 哇 好味 哇 好吃 哇 這個蟹鉗 不知道是什麼蟹 是不是長腳蟹呢 小的那些 哇 但是蟹鉗很鮮 加上日式醬油汁 哇 很棒 不知道會不會再出呢 吃完凍盤 就吃回熱食 先來喝湯 它有西湯就是龍蝦湯 中湯就是粉割的 這個龍蝦湯好像有些材料在裡面 嘗嘗 嘗嘗 嘗 哇 好味 它有些番茄融在裡面 還有龍蝦呢 味道很濃的 哇 不是啊 那時候有這麼好喝的湯 喝完中湯先 這個中湯我更剩下 是老黃瓜豬骨湯 因為樣子就像那些粉角赤小狗 味道很濃 不是很濃的 淡淡的 但是呢 它應該 我不懂喝 但是我覺得應該沒有下味精 因為呢 它不會說 很辣 很鹹啊 很濃味的 不像那些蜂湯 像家裡煲的那些 很棒啊 我看它的麵包呢 這個樣子呢 挺吸引 還有呢 小小過 這些麵包 看上去都不錯 我每樣試一口 那些麵包真的很好吃啊 挺高質的 它這隻呢 是好像那些豬仔包 但是它的面子沒有那麼硬的 那吃下去呢 真的鬆鬆軟軟 哇 好味 先切上一個 這個都OK 這個呢 就像高質的餐包 樣子和小匙餐包 但是呢 吃下去比較好吃的 又是我最愛的甜品時間了 那我呢 拿了一些蛋糕 那它總共呢 加上泡芙呢 就有二四六 六款的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呢 有個機器呢 是做那些Pancake的 那但是呢 我就沒有試到啦 那我先試了一個 這個木紋蛋糕 這個 不是 我不知道叫什麼蛋糕 總之是一塊那些 捲蛋那些 大塊那些 我試一下先 因為樣子好像挺漂亮的 這就是有一點 呢 淡的朱古力味 那加上這些 乳酪呢 都OK有滑的 那吃下去都不錯的 那我試一下另外一個呢 它好像叫 它的樣子像檸檬 芝士蛋糕 上面有一層檸檬 那樣的 但又不像檸檬 哦 應該是百香果 是吧 應該我覺得 是百香果不是檸檬 但是有一點清新的味道 都挺好味的 這隻都 那另外還有一些 細細件的 就是芝士蛋糕 我相信是 那面呢 就是一些白色的 然後再加個海綿蛋糕 咦 它又不像芝士蛋糕 但是又是很好味的 好像呢 有些乳酪的 那個面 白色的那些 好像是乳酪的 乳酪蛋糕來的 我猜一下 那還有一個 迷你卷蛋 應該是巧克力 裡面有一些奶油 這隻好像沒有什麼味 這隻就一般 這隻的蛋糕 有巧克力樣子 但是沒有巧克力的味 我再試這個 應該是一些巧克力蛋糕 有巧克力蛋糕 那樣子呢 就有些巧克力在上面 那個樣子 賣相 就好像很吸引 所以我留到最後才試 吃下去呢 好像有點酒 酒香味 這隻呢 就不太甜 巧克力 巧克力粉味 也不是巧克力 巧克力粉味 比較重 這隻又不錯的 真的 這裏呢 周不時呢 都會突然出一些新的 這麼搞笑呢 又出了這個 士多啤梨 它呢 中間有一點綠茶 還有一些 有些士多啤梨醬的 就是有些 mousse cake 讓我試一下 嘩 這隻好味好多 它有些 應該是 中間的 紅色的 酸酸的 有一點點 好像 mousse cake 有一點點 海綿蛋糕 哇 加上去 這隻真的很好吃 這隻 蛋糕最好吃 這隻 有五星級酒店水準 想不到呢 半自助餐呢 都有我的 其中一個 最愛最愛的 就是雪糕了 雖然 不是movement 但是 這一隻呢 就叫做 Cocoberry 的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呢 我聽說 這個品牌呢 它本身是 香港的品牌 香港製造 而且說都OK 高質的 它的包裝 可能是普通一點 但是我想試一下 看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棒 那它的味道 都比較特別 那其中一隻呢 就是叫 沖繩海鹽 那我先試一下 鹽味 那我去過沖繩呢 它的海鹽雪糕 都是藍色的 那它都是跟這個一樣 看看好不好 這隻雪糕 和我上次去的那間 鬼口水 完全兩回事 這隻呢 是滑的 不是膠 那它呢 有些鹽味呢 甜甜的鹽呢 挺有趣的 幾衝擊味來 又挺好吃的 好 另外一個呢 比較吸引我的 就是這個 玉米茶 這個玉米茶呢 就是有少少 綠得來有少少帶啡的 嘩 嘩 它的玉米茶味很濃 因為玉米茶呢 一般呢 比綠茶的味道更加重 嗯 這個不燙 這個 試完日本的 當然是試試本土 這隻呢 就是港式奶茶 嘩 可能真的在香港做呢 它真的很掌握到 香港那些 很濃滑的 綿密的絲襪奶茶 那個味道 那個精髓呢 是做得出來 因為呢 我外面平時呢 之前吃過 有些叫做港式奶茶雪糕 尤其是 好像我不記得是維記還是什麼 那它的奶茶味呢 就不太濃的 還有甜比較多 這個呢 它甜到呢 又不太甜 但是呢 它的奶茶味呢 就真的很濃的 好像港式奶茶 哇 很棒啊 好奶茶之後呢 就試芒果雪糕 就是有點classic 兩樣就比較classic 一個芒果一個 朱古力 嘗嘗芒果 它那個芒果都OK 好吃的 但是就沒有那種出色 原來這間公司呢 叫做可可貝尼雪糕 就在觀塘的 100%是香港製造的 所以放心吃 最後朱古力雪糕 朱古力又沒有去到Hagandise 那些 或者我最愛的Muffin肌 因為我覺得 Muffin肌的朱古力雪糕 是最好吃的 它肯定就沒有到那個level 好 我又是吃飽了做總結的時間 那我先從環境那方面講 那這個環境呢 我覺得呢 哇 真是很棒 它是一個工業風 而且很整潔 很新穎 很乾淨 那我覺得這個環境 就有點像一些 可能你在銅鑼灣 一些上樓的高級小小的餐廳的格局 講回食物 那講回主菜先 那主菜呢 這個牛扒呢 我覺得這個水準都幾好的 都不錯的 那這個薄餅呢 就一般一點 就是 它都做得夠薄的 不過就是 材料上 和它的底部不夠脆 所以就 沒有那麼好吃 講回它放在外面那些 哇 真是精彩 那我覺得最欣賞 就是一些前菜 那每個小小 好像吃一些 Omakase 或者那些叫什麼 懷石料理 那樣的 那我覺得 可能每次都不同的 那我今次吃呢 我覺得最好吃的幾樣 第一 最後突然加了 蟹鹹 那 還有 溫泉蛋 豆腐 也都很好吃的 那其他 我印象中 很多都好吃的 都不錯的 沙律呢 就選擇 當然你這樣的價錢 就不太多 但是它那些菜 所有東西都新鮮 我覺得不錯的 海鮮 腩盤那裡 那它 選擇只有三種 而已 以拿最好吃的 但是 我剛才拿了第二三輪之後 都試過有一種 中的椒 臭臭的 但是其他就正常 爽口好吃的 青口就一般水準 都OK的 但是最差是蝦 那湯 湯真的高水準 這個龍蝦湯 它的龍蝦湯 我都拿了幾碗喝 真的好正 因為它裏面有些蕃茄融 加上龍蝦 有些湯味 好濃 好正 說到甜品那方面 那它蛋糕選擇 就OK 都有六七款 那 有些小的那些 就一般一些 但是有些我覺得都好吃 朱古力那一種 做得挺有驚喜的 還有最後它有一種 士多啤里 Mousse蛋糕 在上面的蛋糕 我覺得 真的好高水準 還有雪糕 雪糕有五款選擇 還有口味 都好正 最好吃的是 港式奶茶和魚米茶 真的非常之好吃 好 這次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訂閱 給個讚 下面留言 還有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下集了 快點 一下 我們下次見